立德路和祥峰街口 这个行人穿越道 因为使用率不高 社区长者通常违规跨越马路 造成险下还生 其实原本嫌穿越到位置 是在车辆停止线前 但多年前立德路进行拓宽 市府配合行车动线规划 将人行道往外移 原本就有一个斑马线 因为他们刚才这三个 三警察在这 三警察听后就有一个斑马线 斑马线现在放在那儿去 那儿车来没有一个空间 市府就过来 那人很危险 学生也危险 你人应该是在这儿都慢慢的走 走到这边这个是斑马线 他们比较安全 所以这儿没有斑马线 这儿不方便 尤其我们社区里面 楼子很多 要过来不方便 车多 然后怕转角看不到学生 或是老人家 所以把斑马线退到里面 最主要是以老人 老人为主 因为社区年长者多 然后现在长者他们多 需求是说斑马线往内缩 实际来到路口 斑马线太靠近小工街口 不管是行车或转弯 都很容易发生危险 市议员张浩瀚提案 民进党团联署 特别邀请了交通处 公务处和警察局到场会刊 建议将斑马线往内退缩 确实这个路口 基隆市有许多这样子不完整的路口 那今天很高兴是有我们召唤汉议员 以及我们许瑞池议员呢 在提案 然后呢我们党团议员共同联署 在我们这个立德路 以及我们祥丰街口 那这个路口呢 其实看起来呢 它的斑马线 以及周遭的房屋设置 它很容易造成行人行走上的盲点与死角 那它有没有改善的必要 因为我们基隆市有许多年长者 他们在过马路呢 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他们走的步行速度会比较缓慢 那因为有的时候 行车的用路人呢 他们可能车速比较快 在转弯的时候呢 很容易会因为行车的盲点与死角 造成事故发生 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祥丰街跟立德路口 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行穿线 其实跟路口非常的接近 那其实在行车之中 要左转 或者是说转弯回转 很容易就突然间遇到行人 就很容易有差撞的一个风险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 是祥丰街立德路口 那其实在过去几年 立德路完成拓宽了之后 那路口空间被放大 所以导致在这边通行的居民 以及包含二姓中学上下学的学生 这边国小上下学的学生 经常在这个路口 发生行人跟车辆交织的一个情形 所以今天特别邀请 基隆市政府相关的一个单位 到场办理线刊 就是希望贡商来解决 这个路口行人跟行车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不只是 爱保护行人的一个安全 更重要的是在车辆 路口进出的时候 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个保障 那今天我们的一个 延商完毕了之后 我们会加大路口的一个 巴马线的一个 名标示的一个程度 那提高整个 不管是在行人跟行车上面 能够更加注意这样的一个范围 那但是对于地方长辈来讲的话 其实这一段巴马线 还是略显过长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 再继续邀请相关的单位 在延商在立德路的一个中断的部分 来划设更加安全的一个 行人的一个巴马的一个空间 那希望把我们的一个行人 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能够继续在这些的路段来做一个发挥 经过现场会刊讨论 江上书认为 行人穿越道退缩 会让转弯 尽力的路的驾驶反应不及 增加了危险指数 最后决定加宽斑马线 维护行人安全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